剛剛大家看到這兩部片 其實說真的 我想沒有一個人是愉快的 尤其是看到我們至今仍然爭論不休的問題 其實早在當年 在這部影片裡面就看得出來了 我想我就直接開門破山的說 譬如說這件事到底是為了言論自由而死 還是為了台灣獨立而死的問題 在前陣子其實在連帳上 引起了不少人的崩潰跟哀民 因為他們好像 應該不是因為我們這樣 但是確實在上禮拜的那一刻 很多人都知道說 這件事他是為了台灣獨立而壯麗犧牲的 不只是為言論自由 那當然引起了很多人 在連帳上崩潰跟哀民 那麼說句實在的話 做個台灣人 此時此刻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還在這邊耀武揚威 然後我們依舊沒有取得國際法的人格 我們是潰入對這件事的 所以基本上我完全高興不起來 那看了這個影片之後 更讓我感到可惜 就是說 有些人自稱南農之友 其實一點都不配喔 那麼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在這個影展 我也不會說太嚴肅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其實台灣獨立的訴求 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立之後 就喊出了台灣共產黨的國外建立 台灣共產黨這個黨 它主張共產黨那不重要 這個黨在台灣歷史上會有一席之力 是因為它主張台灣獨立 1928年的時候 那麼我們把時間往後調 因為後來中華民國流行政府就來了嘛 那麼我整理一些資料 比如說喊過台獨有誰喔 或者說誰被迫喊台獨 比如說1947年有所謂 故政府台灣獨立案 到目前為止是眾說分員 有一些資料沒有 它並不是很清楚的 那還有比如說 1962年 市民的台灣獨立聯盟案 它是否真心支持不曉得 但這個案子是台獨案 還有一個我很好奇 但目前為止的資料 一直沒有出來的 是1964年的吳明王楊國泰 在金門他們所舉行的 什麼台灣民主共和國革命運動案 這個案子前陣子我還知道 但是它的資料也是不清楚的 那麼之後當然就是譬如說 比如說盧修一本的台獨案等等 那還有那個1989年4月7號 那麼我們談到這個 整個80年在台灣 整個台灣運動時 有兩個日期要先記起來 一個是1971年10月25號 1971年10月25號 2758決議議文 這個日子最好記起來 所以10月25號 不從光復節 反而是1971年是 我們正式確認了 有中央國流行政府的非法身份 那這個案子 確實讓台灣人很困擾 我想我們如果去閱讀 當年很多台灣人士的一些回憶錄 比如說旅士等等 他們都會說 啊怎麼辦我們不中國人怎麼辦 因為原本的執行局 自己是正統的中國人 我們是正統的中國政府 那麼這個時候被國際認證 也是一個非法的流亡政權之後 你就不再有那種 那種正統的 你就覺得自己好像被拋棄了一樣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 就不中國人了 很多人是那個時候才開始 想到台灣是要何許何成 那一年正天生是24歲 所以1971年10月25號 對正天生來說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他那年24歲 那麼我騙 我看到他的資料 他確實也說 在大學時期開始談這個問題 當然啦 我們也不能忘記 彭明明先生在1964年就開始 台灣人民自救 那個宣言 他在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還沒被趕走之前 就知道他被趕走了 這是先知先覺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1971年之後才知道說 欸我們真的被趕走了 那該怎麼辦 其實不是我們 是他們被趕走了 可是因為我們被他們管 造成我們在這個同事的結果之下 要一起承受他被趕走的事 對 所在的苦果 好這一點我們必須要先承認 要先理解 他們被趕走了 那倒霉還是我們 那麼 那後來呢 那後來呢 正天生在1997年 他也知道這件事情了嗎 他開始思考的問題 那我先講一下正天生他的身體 他其實早期就是先讀理工科 後來重考就跟我先生一樣 他也就是求學很順利 那最後是 都讀了兩年之後呢 他還考到福大哲學系 那麼後來又轉學到台大哲學系 那這一點 那他那時候認識一個中國人 一個中國的學者 自由派學者 是殷海光 1968年的時候 他還去他們家聊天 敲門等等 殷海光現在是很多 同派 或是一些 一些中央民國始終的支持者 也很愛談的人 什麼民主的起辱者之類的 他本來是不是台獨不曉得 那其實那個時空環境下 他是個精神燈塔 所以鄭天生也是那時候 常去聊天海光 跟他找他聊天 一直到 鄭天生跟他講說 你不能再來了 因為很危險 因為我家被站桿 你會被點贏做記號 所以鄭天生就不再去他家 就是為了安全起見 他們兩個也是見過面的 那到後來 鄭天生後來一畢業之後呢 就可以去 據他所說 就是他做生意 碰了很多幣 賠了很多錢 好 就是說 創業 大家很想創業 所以後來他的經濟上的很大支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 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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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廣告業非常的 有能力 那那個時候他的廣告業 很快的 有了一個 一定的收入 所以鄭天生後來 能夠 能夠順利的展開他的雜誌事業 其實讓他太太賺得很大的因素 但是還有一個人 我還是要講 很不想提他 是李遙 因為李遙 在鄭天生剛開始辦雜誌的時候 借他的錢 這一點是 我想得無法逃避 這是事實 因為鄭天生剛開始辦雜誌的時候 真的很窮 那個時候辦雜誌的情況 非常糟糕 我為什麼 我要特別這樣講 就是因為 對講英國的維吾政策來講 我不要把你殺掉 因為我現在是 民主國家 其實已經不是國家 就是我是一個民主 號稱是民主 所以我不可能把反對者 意義者通抓起來 這也會抵清成國際 對我輿論的壓力 我不要把你抓起來幹掉 我困擾你就好了 比如說怎麼困擾你呢 比如說你輸印好了對不對 把你搶走 或說你輸印好了對不對 把你站桿 或是說去讓你的通路 沒有辦法很順利的販賣 讓你就是賠一堆錢 你就不想辦了 自動自發的離開反對陣營 也就是說我消滅你的肉體 可能成本太高 而且我會造成很多困擾 可是我消滅你的動機就好了 我讓你中到錢 讓你賠很多錢就可以了 事實上當時所有辦黨會雜誌的人 都在這方面付出很大的苦頭 包括那位男王之友的李先生也是一樣 他們當時在辦雜誌的時候都非常的淒慘 那這也沒有辦法啦 所以 展立國的唯一真正非常簡單 我讓你賠錢不想辦就可以了 那麼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一直很難理解 就是說當時正念生是怎麼在那種艱困情況下 三點半嘎了出來 因為那個錢 因為我不會經營雜誌我不懂 但是我實在是很難想到那個壓力的多大 基本上國民黨通天通海 他要控制銀行不見你錢做得到的人 這是大家要理解 甚至可以去 如果大家常研究黨外雜誌的話 會發現到有一家印刷廠 常常印黨外雜誌海王印刷廠 在中文那邊 我沒記錯的話 欸 敢印的人沒幾家呢 我敢印你家的雜誌 就表示我要被點贏做記號了 所以基本上你也找不到工廠幫你印 不然就到最後就直接到你家去威脅你的家人 說你的兒子啊 你的父母之類的 所以 基本上當時在幫你搞雜誌的時候 他不會消滅你的肉體 當然是他讓你的精神非常痛苦 所以後來正念生在犧牲之後 隔天的中國的報紙就說 他可能在大學的時候看過什麼精神科 你覺得啦 抹黑他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我坦白講啊 國民黨的抹黑我不在乎 黨外都這樣講就很生氣 因為我個人去訪問過的黨外前輩們 有一兩個居然也跟我說 他覺得那時候正念生意 有這方面的疾病 我其實那時候很賭藍 因為你們跟不上他的水準 就不要抹黑人家嘛 你跟不上就 你跟不上就醜養就好了嘛 幹嘛說人家不正常 酸不討心理很多 黨外有這種前輩的喔 那麼再次 不只是 鄭先生的精神被抹黑 還有一個是怎樣被抹黑呢 像藍芳碩 居然寫文章說 鄭先生曾經受過了國民黨情報局的訓練 結果後來打電話去問他 他講不出那個來源是誰啊 他說聽說 聽很多人說啦 聽誰說我不知道 跟現在很多鄉民一樣 聽誰說我不曉得啦 總之 也許藍芳碩都寫過不少好文章 可是 我這個就是這樣子 你只要造謠過這件事一件事情 都記在心裡 他說這件事本來是特務 這件事是很可惡的喔 不但沒有查證來源 事後也都沒有道過歉 那麼再來就是說他 經濟有問題 所以還會讓他自焚 這個說法 我今天就挑明講 是吳祥輝講的 當我變這樣講 他說 因為當時他的雜誌賣得很 真的好很多 所以呢 在經濟壓力之下呢 鄭先生走上絕路 太不要臉了 太小看鄭先生了吧 太膨脹自己當年的威逼了 唉 所以說 這三個說法喔 我就挑明講 你是我的坦蕩啊 那麼 也讓大家知道說 鄭先生當年的成就是非常大的 他在第一線衝 所以很多人喔 不但根部上也會蟲養他 還故意算他說到壞話 那這個 他的困境其實在林士玉先生的那一篇 我的朋友鄭南龍裡面 就講得更清楚啦 林士玉先生有回憶到說 當年鄭先生剛出來加入黨外 一開始喔 1981年的時候 鄭先生投稿 也是自由作家 不好意思也是那四個字 那個時候也是用這四個字出來投稿 簽文章 後來1984年 他自己出來辦雜誌的時候 這好幾年的時間 他其實 一直被當時黨外的運動者 視為是失敗啦 當時也覺得 夾黨外 夾黨外 因為那時候風聲鶴唳 這個人不知道哪來的 然後又 看身分證是日外的 所以會被視為是國民黨派的特務 這個我覺得可以理解 但鄭先生會證明他不適合付出的目力 那後來 他辦雜誌嘛對不對 又被酸說他是為了撈錢 然後等他自焚之後 又有人說他是一個生命病 同一批人喔 在整個黨外的事情 所以鄭先生他受到汙蔑 不只是 就正如彥女士所說的 生前掌聲可能沒幾下 死後 他真的很紅很紅 說真的這幾年的事情 你知道嗎 不是什麼 就我個人 寫這篇文章 都幾年了 2009年 我看李瑶兒書 他就是鄭楠龍 多可笑 我要看大同派的書 才認識鄭楠龍先生 所以 看我2009年認識鄭楠龍先生這個名字 到我2011年寫出論文 都已經 離他過往很久很久了 而且 這些書都是後來去買來看的 它流傳的非常不普及 我順便介紹史料 譬如當年這個新潮流 當年最毒最左的 如今不被視為 對 就是也蠻奇怪的 當年他真的是很毒很左的一個主張 那這個是20年的紀念書特刊 裡面有一篇就是 我講一下 裡面有一篇文章 他非常的 用很文學性的筆法 將鄭天生的死亡 提升到了哲學死的高度 這是我反對的 鄭天生的死亡 當然是為了台灣獨立運動 壯烈犧牲的 當然也有言論自由的成分 可是沒有必要去抽象化一個更高的原則 來打壓或者是抹 或淡化台灣獨立運動這個重要性 事實上 我們如果還原之前 鄭天生的很多關鍵事件 他就是因為刊登 許志凱先生的台灣獨立運動的行為草案 才惹來中華民國獨立政府大舉反撲嗎 這是最簡單的事實 為什麼今天還會有很多人 例如像錢先生或是李先生 在影片中一直在強調什麼 背後更高貴的理想 我就覺得很奇怪 台灣獨立不高貴嗎 台灣獨立不是理想嗎 為什麼一定要偏俠的說我們是偏俠的人呢 是誰偏俠 我不懂 但是這個觀點 我必須要去實在化 1987年11月 李敖出了這本書 今天在網路上所能夠找到的 譬如說 鄭天生是為了高貴的理想而死 為了自由而犧牲 這類論述都出自這一本 或者我可以說都溯源到這一本 也就是說 李先生是一個非常明白鄭天生歷史定位的人 所以他在鄭天生犧牲後半年內 不出這本書還帶風向 但是速度很快 我很抱怨一件事情就是 鄭天生到現在已經過往幾年了 我們在市面上找不到鄭天生的一本傳記 如果我說今天連傳記都找不到 那我們怎麼跟後人去介紹鄭天生 所以後來我才寫這個論文 我還罵我自己 這是一個很爛的論文我寫的 我寫鄭天生的論文 那個時候是個滑度思想很重 左膠思想還沒有徹底清楚的人 可是我的那篇論文還是有個好處 就是我把鄭天生在那四年的時間做哪些事情 我做一個比較簡單的 類似圍基百科事的整理 也就是說你要看他做什麼 你如果要看到那篇論文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時間很清楚 他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可是你要不要參考我對鄭天生的行為的評價 那個是滑度 那個是左膠 那個是我當時想不清楚 六年前的我其實不是腦袋很清楚的人 那如果這個論文可以參考點就在於說 你想要很仔細的知道 鄭天生在1984年到1989年 大概那個時段順序的這樣排下來 他做哪些事情是可以看的 他就是維基百科的這種價值而已 沒有什麼學術價值 所以說我們到後來看到那本 百年追求胡惠玲小姐所寫這個東西 他這邊講到說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台灣獨立運動的故事呢 1928年就已經講到台灣獨立的不是嗎 為什麼到現在 我們還要定調為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呢 老問題還在這裡 在這邊雜誌裡面 有刊登一個鄭天生跟別人的訪問稿 有問題很謙虛喔 鄭天生 有人說台灣民主和台灣獨立是兩回事 獨立以後不能保證民主 欸 有沒有很熟悉 我以後不能保證民主啊 所以乾脆我們就尋求民主就好了啊 不重要 幾年前的事情 28年前 一模一樣的事情 到現在還在討論 莫名其妙 看多好笑啊 我們到現在在討論這個問題 到底是我們愧對先人的嗎 還是台灣社會都沒有進步 我覺得還是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一直盤旋不去 劉華仲民一直盤旋不去 那你沒有把他趕走 或是說台灣人民沒有意識到 如果要這個東西要被趕走的話 一樣問題的必須會一直問啊 所以說 我讓大家講這麼多 其實想跟大家講 就是說 鄭天生當然是因靈不滅 我也希望未來台灣國主生生不息 可是現在還沒生出來 因為台灣國主在很明顯的 在台灣的內部 有兩種國主認同 一種是虛貌 其實算三種啦 一種是親中統派的國主認同 一種是中華民國是立王政府 始終支持者的國主認同 一種是我們這種國主認同 那還有一種比較奇怪 是去國族主義的 沒有國主認同那種 那種對非國族範疇的進步價值 非常異樣的重養 然後卻對國族認同 國族主義有非禮性應物那些人 那可能沒有國族認同 他可能有地球認同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我們這些老問題 在二三十年前 都一直在出現到現在 所以其實我們去看 那些很多文章 我們講很多左膠的事情 或者是說很多 譬如說 講左膠就好了 其實在很多年前 在二十幾年前 那些人生就開始在整理這件事情 他就已經提到說 我們做社會運動 做街頭運動 怎麼可能不去觸碰國族議題 怎麼可能 他舉個例子 勞工運動就好了 你要跟中國勞工合作嗎 我後來還舉了一個很新的例子 如果今天我反核 中國說 我給你接福建的電 你就給廢核電廠了 你要不要接受 在沒有台灣獨立的前提之下 再來沒有考慮到台灣安全前提之下 中國使出任何殺手箭都是核心的 而且很可能會成真 如果今天台灣沒有守住的話 中國隨便丟個東西出來 我們是不是就接受 完全符合該社院的要求 廢核也好 對不對 你想到所有的社會議題 如果今天沒有台灣獨立作為前提 沒有台灣的安全作為第一考量 中國隨時可以用來突破 台灣的新防 你要反核嘛 我福建電給你用 對不對 基本上 所有社運 如果不以台灣獨立運動作為領頭養 我覺得成果都很難維持下去 我想 不用講到什麼2758決議文 也不用講到什麼台灣第二位定論 光是看現在空氣汙染 環保不是社運三神器之一嗎 環保性別跟老公 我們今天講環保好了 能夠不去談台灣獨立嗎 坦白講 霧霾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 我們都還沒有在一起 都已經被統一了 很可憐 所以 我們今天 台灣 而且我 等老婆說一句話就好 不好意思 2016年 2016年的選舉 就是去年的選舉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所舉辦的國會與總統選舉 等一下 報告字要講 對不起 那報告字很重要 因為它是流行政府 如果我是美國人 我是川普 或是我是 歐巴好其他人 我看到台灣 在去年的選舉裡面 居然還有500多萬個統派 天啊 什麼東西啊 重點不是民進黨當選 或拿下所有的 拿下立法機器或是 執政機器 重點是 馬英九 幹到這麼明顯了 已經是圖窮底線了 還是有人不眠不休 不辭勞苦 要去投票所 投國民黨一票耶 如果這個 這個打到獨立 我相信嗎 我不相信 有500多萬的統派 所以我們笑歸笑 我們還是不要太氣餒 所以我後來看到情侶結果之後 我就發誓我要做小蜜蜂 逢人就講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逢人就講 我的文蜂也改變了 我以前寫中華民國 我寫ROC 現在都不要這樣寫 就寫了八個字 要把這個觀念打入人民心裡 然後我們知道說你被異形附身了 你知道嗎 要該把他摘除啊 對 這個 有時候就是覺得說 像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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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就不是的話,就是用最精確的語言去形容我們的現狀 去描述我們現在的現狀 它是流氧政府,就是流氧政府 不要叫它中華民國,它叫中華民國流氧政府 簡稱中華流也可以啦,就是這一類的 總之就是用最精確的語言去做論述 然後在我們生命中碰到一個講一個 所以像我做長的電影也很痛苦啊 我發明片給他們,他們就會說 因為其實吃早餐的人有難有慮,有痛有多 今天一個客人回來了,我還滿感到 有點就是放下一個大石頭 上禮拜我給他名片之後,他跟我吵了一架 他就一個禮拜都沒有來 那我對老闆不好意思,因為你知道老闆會覺得說 也就是說老闆從來不拒絕我 或是限制我在上班的時候談政治 我見老闆高的時候,他都在談讀 有時候跟客人聊了 我就讀了嘛,所以我也不會去讀我去讀的 那他會很不高興 那今天這個客人一個禮拜以前跟我聊了之後 憤而就走了,他真的生氣了 他就覺得說,你這個台灣 怎麼會有這種不好見啊 居然不想當中國人 他很生氣耶 他真的很生氣,他是戴這個意思 他就這樣,他臨走前都不退下自己 我這樣,你這樣啊 他是一個台灣人 我講的是地理上的台灣人 他不是外資人 可是他的中國思想非常的深厚 然後我給他名片嘛 蛤?什麼知識台獨 他非常的訝異 一個顏度夠高的,想那麼多 那種感覺 然後後來他一個禮拜之後都沒有來 我跟上班的時候就很驚慌 然後我說,我知道我沒錯 我強調一點 我沒有錯,我完全沒有錯 我訓釀我理念 我訓釀正確的訊息 我是沒有錯的 對老闆不好意思的也然 所以他今天也回來吃喔 還特別見得用心一點 真的還是要 因為壓力真的很大 做小蜜蜂也不簡單啊 小蜜蜂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生命中 遇到懶人朋友 懶人不是朋友 遇到懶丁 遇到統派的人 能可能盡量說服都盡量說服 但是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降低我們用語的精確度 就是流行政府 我們就是台灣獨立建國 或建國獨立 沒有必要去牽救他們 說啊 獨立也是個選項 統一是個選項 沒有必要,就不是選項 28年前的鄭先生他想不清楚 坦白說 有時候我寫 因為我們現在28年後 看得更高更遠 在巨人的肩膀上 28年前的鄭先生是個巨人 這個無庸置疑的 他當年有時候也有些東西沒看清楚 他認為統一給公投 當年他是這樣看的 28年前他 我們28年後我們想清楚了 統一是不用投的 統一就是一個不被討論的選項 台灣是建國跟不建國這兩個路徑而已 只有政治實體跟國家兩個選項 沒有什麼特區這種選項好不好 所以說28年後我們 在這個場合裡面 我坦白講我已經很難過 我難過的事情是說 到底還要辦鄭先生的追思會幾次 這次去URM都在哭 大家都在哭啊 7歲7號嘛 那天剛好是鄭先生的記者 大家都在哭啊 可是我更難過的事情是 到底建國了沒有 為什麼進度這麼緩慢 28年來的 如果到時候 如果真的台灣被併吞了 鄭先生白死了耶 坦白講就犧牲就變得沒有意義了 居然還有人以太陽花運動成果沾沾自行 這太莫名其妙了 還沒有 對不對 國民黨就還沒死 中華民國還在 聯合政府還在 為什麼可以這麼開心 說我們已經打成什麼了不起的成就呢 對不對 所以 呃 講到那麼多就希望大家就說 要體驗到我們現在的困境 就是說 跟打電動一樣 你知道嗎 你打到電動嗎 跨胸胸打過 我舉個例 你打電動對不對 你打到最後一關了 你打輸不用怕 你投錢就好啦 你一直接關就好了嘛 總會贏一次吧 欸大魔王 蘇伊斯你就過關了你知道嗎 請問在台灣的現況裡面 誰是那個大魔王啊 是獨派耶 不是同派耶 同派一直接關就好了你知道嗎 他選蘇伊斯第二次再選贏就好了啊 他可以連續接關 只要你沒有進他參政的話 只要你沒有取締統派政團參政的話 他接關就好啦 他就跟投錢一樣 一直接關 一直接關 選蘇伊斯一次就好啦 台灣塞喲娜娜 獨派要永遠贏下去耶 你不能 所以說台灣真的是 2016年的勝利 不知道怎麼回事 大家好像是定心丸一樣 好像一切海過天空天下太平 是不對的 我們就像跨胸胸的大魔王一樣 輸一次對方都破關了 他只要贏一次就好 他可以一直投錢接關 好嗎 所以同派並沒有 消失在台灣的土地上 而且他現在還有五百多萬人 這才是我們對2016年的選舉 應該要有正確認識 也是我們在今天不斷的強調 正天生 為什麼要 我們要什麼樣去 去懷念他 去理解他 事實上坦白講啦 我的生命中 還是有很少 還是很多人很多人 不知道誰是正天生 我想很多人可以扪心自問 知道誰是正天生 不知道嘛 根本不曉得嘛 這個情況很難 而且 正天生他在當年齁 他有一句話 我最後再講完了 這解決 這解決 快講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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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 就說 正天生當然認為說 只要充分的能量 言論自由之後 獨派的言論 就可以在市場上 獲得充分的勝利 到時候再辦公投 一定會贏 我坦白講 這有點樂觀 中央美國聯邦中沒有死呢 他掌握了媒體教育跟軍隊 三大意識形態戰場 請問獨派什麼時候真正有過 公平的市場呢 我很懷疑耶 連個民視 就是半個台灣學長 都要被拔掉了 經營權的那位郭先生 這種事情都選在眼前上演了 我們真的可以充分的 認為說 我們現在的言論市場 是公平競爭的嗎 我是很懷疑 坦白講 事實上我根本就認為 沒這回事 所以 既然我們現在 認清我們現在很困境的現狀 我們還是有辦法可以做 我們不要放棄 就是當小蜜蜂 像我 在那邊打工好多年 09年之後現在 做那個早餐店 被我講到最後 去年都投民英黨 對不起啊 只有三票而已 可是就是盡量去講 盡量去做 他們本來都很懶 但是在去年都投民英黨 我覺得這是 雖然說 努力了九 努力了七八年 才抓到三票 而且這三票也不真的獨派 對 謝謝大家 好 很感謝這次其實千瑤特地邀請我來這個講座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說 關於鄭南榮這個主題 對我而言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什麼比較特別的觀點 因為像剛剛千瑤 他本身有非常深厚的這種 歷史學術的訓練 所以他可以閱讀非常大量的史料 那我就去思考到說 因為我過去也受過一些哲學上的訓練 那我們在哲學上的訓練 有特別去強調一個點 叫做一種基緣問題的研究法 那這個問題研究法是在討論說 每個理論家或思想家 他們提出一些理論跟解決辦法的時候 都是因為他們面對到當個時代的困境或者問題 所以才提出了這些解決辦法 那因此我在看鄭南榮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就去特別思考說 他當時候是面對到什麼樣的時代困境 以及怎樣的問題 那迫使他必須採用這麼激烈極端的手段 來做出這樣的一個政治主張 那關於這個議題 我就想要先從一個台灣意識的啟蒙 然後做一個出發點 那台灣意識的啟蒙 大致上可以從最早的日治時期 就是台灣首先開始接受到這個現代化的 這種國家機器的統治 那在日治時代引進了現代化的教育 傳播、醫療技術 那開始逐漸的消弭掉 原本在台灣島內這種 以血緣或地方形的這種聚落形態 那將這種聚落形態改變成一個 全島性的一個政治想像 那當然這只是很初步的一個台灣意識形成 但沒有非常明確的成為台灣民主主義 的這樣的意識形態出現 那真正台灣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現 是在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殖民的這段期間 那台灣人開始意識到 那台灣人開始意識到 國民黨 他不斷宣揚的這個大中華民主主義 那以及他的這種NB四重主義的政治結構 那帶來了本省人跟外省人之間的這個 階級以及各種生活處境的不平等 那為了對抗這樣的一個不平等結構 最開始其實包括譬如在雷政當時候自由中國 他很簡單他就是希望結束國民黨的體制專政 那以及實行這種民主自由的這樣的政治體制 但是很顯然就是失敗了 那這樣的很簡單的訴求失敗的話 那演變成他們必須再採取一個更激進的 就是從根本的意識形態去挑戰國民黨 當時候維繫他政權生存的這樣合法性的一個意識形態 那就是提出台灣民族主義 那這樣的過程中 台灣民族主義才在這段時間 形成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政治主張 那這樣的過程其實很明顯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在傳統西方社會裡面 民族主義的形成通常是文化民族主義 先於政治民族主義的出現 那文化民族主義的意思是說 是先有一群可能高階的知識分子 他透過自己自身的關懷用文學創作或音樂創作 然後去發掘他們自己本地的文化 那透過這些文化創作之後 號召本地的人民關心自己的生活處境 那逐漸的形成了這種民族意識 那這種民族意識逐漸形成以後 開始擴張成比較大量的這種群眾運動的規模 這是傳統過去西方他們民族主義形成的一個過程 但是在台灣卻是相反過來 我們是政治的民族主義 就是有一群可能是政治受害者或者關心政治的人 他們首先提出了這樣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思潮 那才開始帶動我們台灣文化界的這樣的 關於台灣地位台灣處境的反思 那或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去思考的點是 台灣的文化界可能長期以來都是受到國民黨 或者這種外省高級知識分子的把持 就過大概前幾天吧 我在臉書上就看到有人貼一個連結就是 那個叫什麼台灣藝人的那個 用你Google就是什麼外省台灣藝人 你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就是台面上非常多有名的這種藝人 其實都是外省身分出身的 就是台灣過去這種在文化界 藝術界有非常大量的這些人 都是從這樣的身分背景出來 所以也導致台灣在文化創作上 缺少了某些批判性 那或許有些人會質疑說 譬如大概在1970年代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鄉土文學論戰 以及台灣的這個民歌運動 那有人會認為說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 台灣一個民族意識或者本土意識的一個起源跟提倡 那我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就是 鄉土文學的一個非常代表性的作家 黃春明先生 然後他在有一次那個前衛出版社 他想要出版一系列的這個台灣作家選集的時候 黃春明先生拒絕被編入這個台灣作家選集裡面 那理由就是他認為他是中國作家 他不是台灣作家 這很明顯 就是他們當時候會做的這種 本土性的文化關懷 他只是受到了一個當時代的一個衝擊 那那個時代的衝擊就是剛剛千瑤堯有講到的 1971年當時候面臨中華民國面臨的一個外交的困境 以及後來的美國跟中共建交 那開始導致台灣島內的人民 突然失去了自己一個政治認同或政治方向 那開始希望從文化上重新去反省反思這個結果 那他並不是一個很直接性的 認為自己的文化需要被關懷 需要被重視而去切入的這個點 對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差異 那我們再回到就是關於台灣的這個民主運動的過程 民主運動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雷政自由中國那一段期間 那推動的這個民主化 那很顯然他結果是失敗的 那到第二階段就是1970年代 美麗島的前後一直到接下來的這個黨外運動 那這段過程呢 原本美麗島雜誌裡面 其實如果大家就是在一些史料的分析裡面 可以看到他其實完全沒有提到關於台灣獨立的主張 在美麗島雜誌裡面 那其實當時候的他們的訴求也都還是非常單純 我就是希望有一個台灣人可以參與政治 決定自己政治命運前途的一個權利而已 但是連這樣最基本的權利都要不到的時候 還遭到國民黨非常嚴重的破壞跟打壓 那就是美麗島大省 那當時候非常多的政治犯 就是被抓到監牢裡面去 那以及在之後又發生了一次林宅喜案 那就是這樣的過程裡面 讓台灣人開始去反思到原本他們簡單的訴求 自己政治參與的權利都做不到的時候 那就代表這一個國民黨的政權 它是一個非常需要去被挑戰以及顛覆的 這樣的一個政治結構 因此台灣獨立的主張才開始在1980年代 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推動力量 那我想這個是 鄭南榮他在1980年代這個政治運動的氛圍裡面 會大量去提倡台灣獨立運動的一個 他是受到這樣的一個時代氛圍的感召 那我們再去談一個就是關於鄭南榮的台獨主張 我有去大概看一下鄭南榮基金會 他刊登就是有把鄭南榮他在自由時代雜誌 那系列雜誌的文章電子化在網路上 那我發現就是他大量主張台灣獨立的那一個時期 其實非常的有趣 就是大量的集中在大概1986年跟87年之後 這樣的主張才開始很頻繁的集中出現 那我自己的一個簡單的推敲是 因為在1986年的時候 當時候的蔣經國政權已經開始出現了鬆動的現象 因為發生了陳文陳明安跟江南岸 那美國已經開始對這個政權出現不信任的一個態度 那再加上當時候的整個時代氛圍 蔣經國這個政權已經逐漸的失去了在台灣統治的一個合法性 所以鄭南榮開始大量的就是敢這樣子去以這個主張來推動當時候的這個政治運動 那第二個點是就是蔣介石在即將要解嚴的那段時間 就是解嚴前跟解嚴後 雖然已經社會氛圍洞悉到了就是有解嚴這個現象 但是蔣經國他們卻又定了一個動員抗亂時期的國家安全法 集會友情法跟人民團體法 那這三個法裡面又很明確的去規範說 你不可以主張共產主義以及分裂國土 那很明顯就是禁止你主張台國 那這就是跟原本他們當初想要推動民主自由的這樣的想法 又有非常大的抵觸 因為他們原本也就是很簡單 我就是希望自由民主 我想要爭取什麼政治權利 是我們人民應該要擁有的 但是連這麼簡單的權利 講經過他們的改革卻還是做不到的時候 才導致他們又繼續以一個更激進的手段來追求這樣的政治目的 那我覺得就很像一種歷史不斷的一直在演變的過程 就很像當時候就是清國末年 當時候原本他們的改革也是比較保守傾向於體制內的改變而已 但是當體制內的這個很簡單的這些訴求改變都要不到的時候 那就會演化成一個更激進的體制外的革命行動 那我想鄭南榮當時候的時代背景也是類似這樣的氛圍 那鄭南榮他 我去閱讀他的一些文章的時候 有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他在當時候也提到了類似我們現在激進這樣的主張 就是台灣獨立是一個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必要條件 當然他不是用必要條件這個名字啊 他叫做兩大要件 那這兩大要件叫做第一個叫做島內人民自己當家作主 然後第二個叫做台灣與中國建立和平關係 那這個建立和平關係跟國民黨那種要求簽訂和平協議 絕對是非常不同的 因為和平協議它只是 它跟和平條約又非常的不一樣 和平協議是一個國家裡面 政府跟叛亂團體或叛亂團體之間要進行交涉所簽訂的一個協定 那這樣的協定其實只是把台灣放在一個中國內戰的脈絡底下 來進行的一個協商思考 那鄭南榮他要求的這種台灣與中國建立和平關係 很明顯的就是要求一個對等平等的關係 你是國家我也是國家 我們兩個國家一起坐下來好好談 未來的發展 那絕對是這樣的一個觀點在思考 那當時候他提出了這樣的一個 兩大要件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的就是要回應當時候的台灣各種的社會問題 像剛剛又提到 他當時也面對到說 有人說統獨不重要 那應該要先搞運動 把運動搞好 那把統治一體擱置 那他在全面展開獨立建國運動這篇文章 就已經去批判這些論點 那譬如說最簡單的勞工運動來說 在勞工運動裡面 譬如關於就是中國的勞工是否可以大量進入到台灣來就業或工作 這很明顯的就牽涉到統獨議題了 如果我們是要追求統一的話 那多少中國人進來工作當然是無所謂 那如果我們是要追求獨立的話 那關於中國勞工是否可以大量進入台灣 這就是非常值得商學的一個議題 所以在不管很多的這種社會議題的面向 你說各自同獨這是非常荒謬的一個說法 所以在當時鄭南榮就已經有去批判以及回應這些問題 那一直到了二十三十年後的今天 我們還陷入這樣的一個爭論裡面 就覺得非常的就是還覺得蠻荒謬的 那接下來其實鄭南榮當時候 像剛剛清曉說的他對於這個獨立運動 或者透過公投來推動獨立是非常樂觀的 他自己在文章裡面有提到說 如果進行一次台灣島內的公平自由的一個投票選舉 他相信台灣獨立可以獲得一個壓倒性的勝利 就他非常樂觀的這樣認為 那我是覺得他這樣的樂觀 或許有他那個時代的脈絡 那那個脈絡底下是在於說 大概1988年89年那個時候 其實剛好是蘇聯政體已經開始 也是出現鬆動的那段時間 那在那個時候包括波羅的海三國 還有很多中亞東歐的國家 也開始在爭取他們的獨立的權利 那在這樣的時代氛圍底下 如果台灣當時候要爭取自己獨立的話 其實在國際一路上 絕對是可以獲得非常大的支持 那這是在國際地位上 台灣如果爭取獨立在那個時代的一個優勢 那第二個優勢是 當時候其實中國雖然也是希望可以 就是統一台灣 但其實當時候中國跟現在的中國 差異其實是非常非常大 鄭安隆自己在文章就舉到一個數據是 1986年台灣的國民所得是中國的十倍 有著台灣的經濟其實是比中國好非常非常多 中國當時候還是一個在世界上非常落後的國家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論政治或國家經濟實力的話 台灣是遠遠的比中國還要來的強的 那所以鄭安隆當時候或許基於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 他才會非常樂觀的去認為說 當時候只要舉辦獨立公投 就是台灣人已經多數會去選擇獨立這個選項 那我想這是當時候的一個時代背景 那這樣的很樂觀的或者台獨運動的風潮 其實一直持續到就是1991年民進黨推動台獨黨當 那到後來就是陳水扁又在台北市長選舉獲得勝利 這樣一連串的結果下來 看起來台灣獨立運動有非常大的機會 可以成為一個實現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出現了另一個 我也不能說他的反派角色 就是一個在民主 台灣民主運動過程一個 也是影響很大的一個人物 就是李登輝先生 那他的出現 一部分他雖然對於整個台灣或中華民國民主化的改革 有非常大的貢獻 因為他透過一個體制內和平的力量 就是將萬年國代全面改選 又推動總統直接民選 那這樣的結果就是1996年 李登輝將整個1980年代一直到96年 這一段時間的黨外運動或民進黨推動台獨運動的力量 完全吸收到李登輝一個人身上 那簡單來說你也可以說像 就是對可以說是首歌 那我用一個比較中型的用語 就是他吸收他把這些力量全部吸收到 他的政治的一個影響力上面 那這樣的結果就是 1996年之後民進黨也開始承認自己當初的一個台獨主張 似乎在當時候的社會已經不再有那麼的吸引力 或者吸引這個群眾的方法 所以他們開始在1999年的時候 訂出了台灣前途決議文 那這個前途決議文出現之後 也代表著民進黨正式的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一個合理性 或說合法性的這個地位 那這也間接的承認 那這也間接的台獨運動已經面臨到一個相當難再去有突破性發展的一個狀況 那這是要說遺憾或者說可惜的點 我覺得是還蠻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其實原本在80年到90年代初期 原本的台獨運動看起來是非常欣欣向榮樂觀的一個情況 但是到了後來 雖然成功的推動了民主化 但是在選出李登輝這個總統之後 大家好像覺得大部分的問題可以透過一個民主的制度就可以獲得解決 那或許在當初李登輝的構想裡面 他希望的是可以把中國國民黨轉型成一個台灣本土性的政黨 那在他的構想底下 或許也不能說完全就是錯的 那他希望將國民黨轉化成本土性政黨以後 讓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政黨就是對內一致 或說對內競爭這樣的關係 或許某部分可以逐漸的去慢慢推動實踐這個台獨的主張 那或許就出人意料的在2000年的時候 李登輝被鬥出國民黨 那他原本培養的接班人連戰跟馬英九完全拋棄了他本土化的路線 那開始向殖民母國就是中國接軌 那開始引進這個殖民母國的勢力來滲透影響台灣 那逐步的想要實現他們統一的這個目標 那這樣的目標其實一直持續到 就是太陽花學運才算是有了一個暫緩的跡象 那也只是暫緩而已 那接下來我們的獨立運動到底應該要有一個怎麼樣明顯的突破口 或許是大家一起要來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只是在現實的環境底下出現一個很明顯的差異就是 我們現在的敵人或許已經沒有過去那樣的一個威權政體 但是我們的對象變成一個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的這個中國的這樣帝國主義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該又以什麼方式來突破 這確實是大家需要一起來思考以及努力的一個課題 那這大概是我的一個分享 希望就可以引起一些大家的一些思考跟共鳴 謝謝 謝謝 謝謝金曉跟多比的一談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看 就可能跟現場交流的時間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想分享 或是想提出問題 那先請先要補充 就是說在我個人不能說推動 但是就是在說服別人的過程中 我發現好的說帖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在說服別人的過程中 其實多少你要把問題講清楚 然後把答案說清楚 這樣會增加說服力 那麼在我個人就是長期就是 私底下說服過程中 我發現到時候其實台灣人的幾個問題 那為什麼 這也多少造成獨立運動在推展過程中 會遇到一些阻礙 比如說台灣現在的社運 或整個台灣的問題都可以分成五類 很少地方像台灣那麼累 要拼到五種 像建國有轉型正義議題 有治理議題 有安全上的議題 還有南島羽族的問題等等 也就是帶類似所謂的先住民問題 OK就這五個議題 我大概去Google一下 這台灣有耶 五大議題一次爆發 所以在國外很多NGO 或是很多社運團體 在從事的運動守則 台灣其實不能完全適用 你說愛與非暴力好了 你用來治理議題可以 治理議題比如說民主化 性別勞工環保的爭取 這是治理方面的議題 怎麼治理讓大家更幸福 治理 怎麼這個路子這樣平不平 那個古蹟要保存 這是治理 OK 治理議題 你可以說愛與非暴力 這個我接受 可是像太陽花運動 或是哪一天 和平協議要簽了 你真的是確定靜坐可以 阻止馬英九 或是阻止國民黨嗎 假設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黨下來的話 後面就是和平協議了 所以建國議題 建國議題 那再來是安全議題 比如說我們去抗議 中國的飛彈這一類的 很少地方台灣 要面對同時面對這麼多議題 所以我們在說服別人的過程中 也要跟別人講說 我們台灣很累 有五個議題要應付 您關注於治理議題 我當然可以接受 可是可不可以跟我們一起來 關懷一下建國議題 也就是說 所謂獨立不重要的這個東西 一定要徹底的打破 就像昨天有人說 國族主義有什麼重要的 如果我們沒有跟進步價值結合在一起 就只是國族主義而已 不值得追求 我就說 國族主義 我說台灣還是很重要啊 台灣如果獨立建國之後 聯合國就很多NGU來台灣設點了 聯合國就很多組織 可以跟台灣自治交流了 這樣子對進步價值能道沒有幫助嗎 這樣一說就通了 台灣人很多人 其實他們就是問問題而已 他們其實沒有想答案 那我一個好的說服 好的論述 這論述是易懂的 簡明易懂的 通常可以在無形中 幫助我們再更增加更多人來支持 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這是我有一個小心得 就是說我們就是拔背起來 就是把他背起來 如果下次有人說什麼 台灣獨立建國對進步價值沒有幫助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沒有啊 我覺得有幫助啊 獨立之後 NGU 紅石智慧就有正牌 紅石智慧啊 這不用給假的啊 對不對 WHO就不是貴賓了啊 就是國家啊 你難道不重視衛生嗎 WHO是衛生組織嗎 你不重視衛生嗎 衛生很進步啊 你難道不重視衛生嗎 你這樣子打回去之後 他搞不好就想通了 他就開始知道建國很重要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和顏月色 而且都用酸的 我現在就不用了 我覺得建國很重要 衛生組織 那慢慢講啊 這是我的心得 那關於 關於剛剛謙遙提到那個 就是建國重不重要這個議題 其實我在先前 有看到網路上的一些說法 那而且 其實我是覺得蠻遺憾的啦 因為我本身 就是算是讀哲學出身 那我以為 至少念過哲學的人 思考要有一點 有一點程度啊 但是 但是 我就發現 然後就是 假設說真的是一般人 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是台灣獨立建國這樣的問題 其實已經 不是一個很新的 這個社會議題了 他已經持續了 就是一個世紀半世紀以上 那你身為一個 至少讀過書的高級知識分子 你還去問說 國家只是一個選項之一而已 去批判說國家作為一個 對於台灣目前處境的 一個必要條件 連這樣的認識都 沒有去好好思考到 我是覺得 就非常遺憾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時候 我就 直接回答對方 那中國目前 一千多顆 多顆飛彈 對著台灣 你覺得我們沒有一個國家 如何面對這樣的一個 現實困境 那他也答不出來 那他也只是一直去說 如果做一種學術 象牙塔式的思考 就是說 國家本質 就是 會進行一些暴力的行為 那對於人身自由的 某種壓迫強害 那當然你是進行一個 學術思考的話 這當然無可厚非 這是學術的領域 他當然要有 非常自由奔放的一個想像空間 但是 你回到一個台灣現實的處境 就是面對這樣的危險 以及這樣的難題 那 這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非常困難去理解的 但是他們卻連這樣的一個 很基本的問題都沒有去理解和認識到 就 我是覺得 這裡身為哲學系有點虧對大家 就是說 就是說 那我先藏問題好了 有人其他也要幫我嗎 我會多問你 然後 汪哥 喂 大家好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 請問是 你好你好 浩群你好 剛才你有提到說 在1980 1990年代 台灣 社會對於台獨這樣的 看法跟議題 曾經風行一時 那我好奇的是 這樣的說法 有 確切的根據 或是現象可以觀察得到嗎 因為在我心目中 台獨永遠都不是主流 他從來都沒有風行過 我的認知是這個樣子 一直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這樣 好 抱一下你的年紀 1989 剛好就是在他 所說的那個年代出生 可是 可是這件事情其實 在我這場過程中 從來都不是一個 主流的選項 然後也不是一個 我們會在街頭巷尾或是很平常的生活中 談得到的話題 好 謝謝 好 或許我剛剛表達並沒有那麼的明確 就是 我也不會強烈到去說 在1980年代 台灣獨立的 這樣的想法 是全民共識這樣的程度 就當然沒有到這麼強烈 但是 以對於整個社會氛圍 對這樣議題的討論程度 絕對是比過去任何時代 或我們這個時代 都還要更普遍或者 引起大家的一個共鳴的 這樣的一個討論方式 那我之所以會認為 在那個時代 台灣獨立議題 有它的一個高度的關注 可能只能講到高度關注 就沒辦法說 它確實得到一個全台的共識 那這樣的高度關注 或是在於說 當時候很多的這種政治受難者 或者政治受害者家屬 或者他們的後代 如果來參選 可能一些公職選舉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獲得非常非常高票的 一個當選票數 甚至都是地方上最高票 那就代表說 這些 因為這些政治受難者 他們背後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關於台灣 他可能不一定講到台獨 但是有講到著名自覺 或者台灣意識的這些想法的提倡 那這些人都可以獲得 這麼高度的一個在選舉上 這麼高度的認同的話 我覺得台獨議題在當時候 確實是一個蠻普遍被 這用詞好像沒有太精緻 就是蠻高度被驅大家理解的一個社會議題 對 這個問題我可以做給另一個回答 當年的台獨 其實用語 我們現在講台獨 當然很清楚 就是台灣共和國 毫無疑問的 可是當年 講台獨分兩種 再來1976年 中國的台生雜誌 是一個對台灣統戰的雜誌裡面 他們講到台獨分兩種 A型跟B型 我講真的 他們真的用這個用語 然後後來這個用語 傳入台灣的黨外雜誌界 也開始這樣討論起來了 就是華獨跟台獨 A型就是台獨 台灣共和國 B型 台獨就是中華民國式的這種 政體去延續下去 當年的台灣人 沒有分清楚這兩個者 他們分不清楚 他們把現狀也當台獨了 這是不清確的 所以當時你說 當時那個情況 要還原到當年的討論 他們從討論問題 他們會認為ROC也是台灣 所以這個情況 一直到後來 整個台灣清楚決議文 然後到後來 2007年 政黨國家 什麼 決議文之類的 總之 這個 這種減賓儀式的 這種 走捷徑式的這種看法 到後來 是得到民黨內部的確認了 2007年 2009年 忘記了 政黨國家決議文之後 所以這個很 我覺得很遺憾 但是那個時候 台灣人確實沒有想清楚 他們覺得說 我們只要跟中國沒有在一起 我沒有被他管 就是台獨 很寬廣的定義 越寬廣就越不精準 所以 確實是風情沒有 但是他沒有想清楚 那我剛提的那個問題 其實就是像先有剛剛所說的 到底 那個時代的人 到底懂不懂什麼叫台獨 其實是現在 講台獨這兩個字 我想 也沒有多少人 到底懂 還有什麼意思 因為從來都沒有一個 講清楚的 政治人物 敢明確去定義 這一件事情 對 所以 現在反正我們現在聽到很多都是 政治俗語 從來沒有明確的定義過 那 也沒有在明確定義過後 再來 嚴謹的去制定他的行動內容 沒有錯 所以 現在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思想都還是非常空泛 那 所以我才剛才會提那樣的問題 因為我剛震驚了一下 因為 假設就是曾經有那麼封信過 然後為什麼 可能也不只是 國民黨整個 阿輝博整個收取那麼簡單而已 謝謝 關於這個 我想 因為我大概閱讀了一些 鄭南榮 他有提到台灣獨立的這些論述裡面 他確實在一些論述 也沒有講到非常清楚 到底他想像中那個台獨 是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但是我想 他就是 在這個影片裡面提到 他要被 當時候的 來捕行動 是來自 他刊登那個 台灣共和國的憲法草案 的這個 這個事件 那 我想 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應該是一個 他是滿具體的一個 台獨的想像了啦 當然就是 當時候可能有各種不同的 台獨的 說法跟一些想像的 這樣的 很混亂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想在 那個新共和憲法草案 應該就是一個很具體的 一個主張的出現 那所以 也導致讓國民黨非常的 可能 害怕或緊張 才去採取 這樣的行動 來壓制 當時候的 這個 獨立運動的 這些行動者 所以 這是我一點 簡單的想法 最後到底就是 步驟的問題啦 就是說你 什麼樣的步驟 然後可以 舉辦開過大典 然後舉辦開過大典之後 你要跟誰 遞交申請書 你要申請什麼樣的職位 你是觀察員國呢 還是正常會員國 這些步驟 其實在現在的網路世界 都可以找到 具體的步驟了 但是那個步驟是對是錯 我們還要在驗證 因為我們還沒舉辦過嘛 可是 相較於二三十年前 確實現在的 臉書上的討論是非常 我覺得臉書就台灣啦 這樣講好了 臉書這樣子讓台灣的 很多的 就是在台灣各地的 民間有高人 他們終於在臉書上發聲 然後寫出 自己的論述之後 彼此交換 彼此修正 所以現在的台獨論述 基本上跟二三十年前 比起來 具體太多了 我坦白講 是具體太多了 就連觀察員國 這東西都出來了 就是進去不能投票 但是 可以進去 我們現在 我覺得台灣問題就是這樣子啊 台灣人一定要 就是被逼到就是 都要變成國際法專家 你知道嗎 你也不能不懂 二情八絕譽文 就是 你不懂還真的不行 這實在是 不知道怎麼講 你其他的有要發文嗎 其他的 什麼問題都可以啊 那個 因為我剛剛就是 直接就有兩個問題 那我想還是 我分兩次問 不然的話就會 會散掉 所謂的言論自由 那說 台灣言論很自由了 但是為什麼 這個言論自由 它 台灣獨立這個東西 沒有從 沒有從 倡議者的嘴巴裡面 進到大王的腦袋 的耳朵裡面呢 就是說 台灣的言論自由了 但是 它的這個 媒體 就是言論市場 主流媒體 報章 雜誌 它的主要的 這個 是不是它這個 掌握的人 還是 同一批人 那 有自由是一回事 那 它就讓你沒聲量 那就抹黑你 大家都有一個印象 這個所謂以前 台獨分子 就是江洋大盜 那 江洋大盜就是壞人 就是 你現在跟人家 有些人講台獨 他就問好 髒話什麼東西 這樣子 或者是台獨被抹上一個既定的形象 什麼 三合一敵人 這個東西 所以 言論自由究竟 言論自由了嗎 那 就是 這個 市場 就是說 台灣沒有像日本一樣 在它的這個媒體市場裡面 有很強烈的這個 左派意識 就是 有這種 去balance 說這個 整個社會的 亂象的部分 它用文化 用藝術的方面 去弄回來 但是台灣 文化跟藝術 掌握的 Nature就是誰 就是 如果 我們現在如果 開一個這個討論 就是說從 這個 言論自由 來看 對不對 言論自由 來看 這二十幾年的 台灣社會 大家怎麼去感受 你感覺得這個 言論自由 就是說 他 你有權利 去 引 但是我們 我也有小冊子啊 那個台獨前輩的小冊子 這小小一本 那他決定他要用什麼方式來提倡他們的 然後也有前輩說 他們就花了三百多萬 在新聞丁一直發一直發 對 但是就是沒有做起來 但是就是沒有做起來 就是 有 這個 所以就是 你這種思想的 用這種意識形態的鬥爭 怎麼去 怎麼 你有這個自由 但是也有 但是也有那種 我佔掉 我佔據 我的統派媒體 我佔據所有的版面 你們發聲啊 但是我就不播 對 就像你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新聞來採訪 我採訪 我拍回去 我還是可以不播啊 對 就像其實我覺得這個很像我們這個很直接貼身的一件事情就是兩件 第一個是元旦的這個舉旗 小菜跟懷寧去舉旗的事情 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播法 民視他播多一點 其他就隨便帶播就是來亂 康一猜英文 他主軸就定好了 對 他們就是這樣主軸 不然就是來亂 怎樣 這個 這個獨派人士 然後跟那個 同志族群 這樣這樣這樣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們基金黨去那個 挺年金改革 他們的播法 又是賬他們的這種播法 所以這種的操作很一致 或者是像是2016年 我們基金選舉的時候 我們那個的 曝光度 或者是這種採訪的這種量 或者是機會就是 就是播出有有班記者會 但是播出的這個描述 或者是這種曝光量就是為低 這樣 這是我們自己切身的 切身的一種這種經歷 經歷 那你這三十年 這三十年 二十八年 言論自由這個東西 在台灣的聯誼是什麼 它的影響是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 我本身 可能第一個去思考到的點是說 那為什麼 我們的社會會容許他們 去做這種比較扭曲式 或者非常 知道如何去解釋的這種報導方式 那我自己會去想的點是在於說 我們擁有了一個民主的形式 或者說一個民主的架構 它是一個空殼 一個殼子 但是 進入到這個殼子裡面的人 他還是沒有民主素養或涵養的 那也就是說我們只有形式上的民主 但是我們並沒有一個真正實質上的民主思考方式 也就是說好我給你這樣的一個國家體制 但是你這個體制下的人 還是用不民主的方式在思考事情 思考社會的這些現象 那導致的結果就是卡羅說的這些媒體 他們用還是用很過去這種 只要可能遇到群眾事件 就可能某部分就含有的一種 貶義成報名的這樣的一個觀點 來報導這些很社會議題 那這樣的結果底下就導致說 我們很多社會議題 沒有辦法好好的被拉到媒體空間上 做一個正常的討論 所以我的看法會認為說 那是一個 確實我們擁有了一個民主的架構 自由的架構 但是我們人民的民主自由的 這樣的意識思想 還非常有待提升 這也是反映像前一陣子那個 黃金那個人是誰啊 就是被在那個 台北轉員站被警察領檢的 領檢的那個事件 就是很明顯就凸顯了台灣人 就是威權腦還是非常的多 再解釋一下就是說 所以議論自由和自由 這個英文就是Liberty 那他在中古世紀 他原因是豁免 所以基本上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開放言論自由 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罵我不抓你而已啊 我不抓你 可是你 我還是掌握了很多其他媒體 我不抓你是 我少一種打壓方式 就這樣子而已 我要打壓你方法很多啦 我讓你上電視就好啦 我抹黑你淡化你載化你 我講過了三招嘛 醜化淡化跟載化 因為你沒有播放的機器 你知道嗎 你除非開直播 不然如果你要透過 大媒體來大量放鬆的話 對不起你就完蛋了 因為畫面是我在撿的 我可以載化你 我可以醜化你 可以淡化你 所以基本上言論自由很重要 我承認 但是對政府來說 就是我不抓你而已啊 對中華民國流行說 就是我不抓你 就這個效果而已 當然這個效果 這個事情爭取到之後 台灣的台語言論思想 確實可以就是 非常的 有一個更好環境下去做傳步 可是我們也不能忘記 眼前困境冷舊 他就不抓你而已 除了不抓你之外 他方法很多啊 他整理太多方法了 補充補充 因為最近有一個這個案子就是 有一個 有個 行政院還是立法院的 就是說 現在他就這樣 判就是 有名的人 判無罪 沒有名的人 判有罪 好 這個東西就是另外一種 反正你有名的 我已經來不及對付你了 那還慘效應 剩下的 不有名的小人物 就讓你們去恨那些出名的人 對對對 行政院事件嘛 行政院事件嘛 對 就是 前一週把看到 講說的是 2014年318佔領院的時候 在當年的3月23年 有佔領行政院 那有一批人 大概八九十人 印象中八九十人被起訴 然後 有些人是 禍盼無罪 有些人是 有罪 可能要 被關四到五個月不等 對 那有一些 出名的可能是 青年學生 比如說 運動領袖 那就 不起訴 呃 就無罪 這樣禍盼無罪 那有一些人 比如說 幫忙扶梯子 對 那個就 欸 關個四個月 對 卡洛說的是這件事 對 還有沒有其他人要提問 我想 老鄉 就是那個 請問一下廖先生 你認為說 台灣獨立這個運動 目前突破的口是什麼 因為 就我現在的觀察 欸 我的觀察不一定對 但我現在看到的是說 台灣獨立現在不是主流 然後選舉的時候 大家也不會說 我要台灣獨立 除了濟進黨 對 然後就是 台灣獨立不是主流 然後很多社會運動 它也不會說 跟台灣獨立有關 然後 大家現在就好像覺得說 很多人就是滑腦啊 然後 舉重後民國國際說 我愛台灣獨立 完全是說 他們覺得維持現狀就很好 現在台灣有 我們可以選票啊 我可以透過我的選舉 來選我領導人 我的總統 我的國會 所以 我要講的是說 現在很多人都覺得維持現狀就好 就是民進黨那個狀況很像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正視到說 台灣要去獨立 然後也沒有集中在交點上 對 然後 就不要提那個 台獨背污名化 很多人不敢提 覺得政治好髒髒 那種感覺 對啊 主要是說 它突破口 就是讓台灣人正視到說 台灣要 它的論述是台灣是一個國家 然後 不是說 安於現狀說 我現在有民主 然後這樣就好 沒有 再想一次就是說 我是覺得說 要怎樣 讓台灣人 注意到說自己應該要獨立 也是很認真的 因為現在 有些人他覺得說台灣獨立 他們覺得台灣獨立那種感覺 就很像是 我被一隻有獨的劍射到 然後又看一隻劍 喔我被 我被劍射到 可是不是啊 你被有獨的劍射到 應該趕快拔出來 趕快解讀 然後趕快救一馬 可是台灣人現在對於台灣獨立 是說喔 被劍射到 就這樣 沒有說很認真 然後聚焦在台灣獨立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在很多年以前也想過 就是想很多年 但是 先從自己做起 這是 所有運動的第一步 就是先從自己做起 不管是 不管是很假掰的 從自我習慣的改變 這都是外在的 最主要是 要自己要先理解 台獨運動的一些入竹術 哪些錯誤的 你一人都挑出來他就錯了 他是滑毒 這就不要 哪些是正確的 就要去講 中華民國流行政策的八個字 就要把他熟悖 天天講 綿綿講 月月講 以前毛澤東在搞革命的時候說 這些都真要天天講 綿綿講 月月講 我現在也是樣子 天天講 月月講 天天講 年年講 月月講 你每天講 你就講順了 口才會越來越好 越有說服力 你每次講的時候就會融光混發 這個時候你的說服也會差很多 坦白講你講順就有差 是真的 我現在講是技術性的 就是說你一定要講得很順 不要K到 要是有人說 我覺得中華民國可以回聯合國 你剛講說 不行啊 2758決議文 你告訴你 他是非法的 你要推翻2758決議文 那三分之二會員國同意呢 可是台獨之後不一樣啊 二分之一會員國就可以加入了 還沒有安理會否決呢 講出細節 正確答案跟他講 他們就會知道說 我剛才講真的啦 台獨哪有什麼好理解 華圖就不可能嘛 我要三分之二才會推翻2758決議文 台獨只要二分之一會員國同意就好 還不用安理會同意 這樣子我到底搞台獨嗎 你用最功利的角度看都是這樣子啊 對 當然從 你可以從很多角度來看 功利的角度 你可以從倫理學的角度 中國那什麼爛政權 我怎麼跟他統一 我怎麼跟美國統一 這也是一種方法 你也可以從未定論來講 你如果算是一定論也可以 我們講住民自覺 我就說真的啦 確實要熟悉每個論述 然後根據你課程的不同 你跟他講 像那種很懶惰 那種很怕死對不對 你跟他講說中國更可惡喔 你看西藏很可憐 你看那種東圖啊都很可憐喔 你都要怕死的講這個 你看那種東圖的啊西藏的 屠博啊 水深火熱 你看跟他們一樣嗎 對 這是怕死的 然後遇到那種比較 政治好髒髒 政治很髒 我不要 你還在跟他講說 你覺得我們民主成果不應該維持嗎 你想想看 左邊那隻手會伸進來喔 有很多種不同論述方式 恐嚇他們 讓他們有危機感 我的恐嚇是真的 左邊那隻真的是這樣子耶 我沒有很唬爛耶 這是恐嚇 但是真的 中國對台灣虎視眈眈 簡直就是 二十小時前天後 對我們在攔子之心 是完全沒有習指之過的 所以千萬不要說 我還是去老婆 自己做起 當然啊 因為這個台式社會很非常的 就是 你知道台式社會就非常的想 就 對成功人士的景仰 然後我後來開始 就穿這種紅衣服 就是以前都穿T恤 但是後來在朋友介紹一下 就穿Uniculo 讓自己穿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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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T恤 我以前是邋遢人 大家認識我都知道 好像認識那麼久了 為什麼多邋遢 現在就覺得說不行 像不能這樣 頭髮還要緊 因為我昨天剛剪頭髮 為這個坐牌 就是說 像讓自己眼鏡帶新的眼鏡 就是讓自己就是 可以就是 我這樣很假白 但是重點是說 我的形象出來之後 增加我的說服力 然後用我的這個形象 去說服別人 來認同桃園堅果的運動 是要持續的 而我也準備好我的料 我不是只有一盤菜而已 你要未定論 或未定論 你要已定論 我未定論 你要2758或2758 你要有什麼答案 我都會有 我還告訴你為什麼非見不可 我也會告訴你說 如何躲避安理會的否決 這樣子把每個步驟講出來之後 剩下就是什麼樣 去奪權啊 體制內奪權啊 我那天還夢怪一件事情 我不妥談 就是說 林三田教授曾經講過說 台東運動要成功要剪刀啦 剪刀就是體制外 體制內一起剪 你不能光靠街頭 也不能光靠議會 一定要是體制內的人去奪權 奪權之後對不對 給街頭開後門 你也已經說過嘛 我不能解散第二的時候 就只能參加第二的議會嘛 去裡面認識朋友 找尋資源 然後呢 分化敵人 最後就開後門 讓同事們進來嘛 所以體制內奪權 這條路是該走的 我承認有人進入體制內之後 進入流行政部體制內之後 就便捷了 例如 打這樣子 有人走 但是 我們還是得做 我們還是得做 就是說 因為 很不幸就是 中華民國流行政部 他是一隻異形 你知道嗎 他把我臉殘住了 我現在也一時間把不掉他 然後 要是有人拿刀砍他 我還保護他 真的超衰的 真是沒辦法 有時候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我喝補藥 他肥到他 也沒辦法 但暫時就是體制內奪權 一個政策 如果是台獨派去講 比如一個議員 一個議員 一個議員是台獨派去做 一個政策施行下去 比你NG要做十年還有用 坦白講 NG要喊十年都沒有用 我課本 如果說今天我來變課綱 我通通變台獨課本就好啦 對不對 用中華民國流行政府的教育部 去印台獨課綱 印台獨課本 是不是比你在那邊 對不對 所以 但是 但是我承認有人辯解 有人沒有這樣 有人進入體制內奪 他們確實被派台灣人民 而我也知道 被派台灣人很多啦 我知道啦 所以我們今天進行黨出來 我怎麼還說 好 請要不要單挑選 台灣的NG喔 拜託 好 NG真的很辛苦 我承認啦 體制外的選擇 難道不辛苦嗎 體制外的選擇 讓我們台灣人也認識到 各方面的議題 可是 政策落實在 體制內要帶人的 這是必然的 這是 有一本書在狂熱的 一本書在狂熱的聖經 他講到說 任何生命成功要分三種人 一種的論述的人 像鄭秀穎 在服帽的時候 出了大力 鄭秀穎 再是什麼 再是跟從者 大眾被挑起的 被 大眾被帶 被告知的 基礎知識之後 他知道服帽是可惡的 他知道護帽是不行的 可是體制內是誰來綁在黨標 還是要 再也打過台灣 本土意識的政黨 在中華民國的體制內 去做主黨的動作 如果體制內沒有帶人 你就是被鞠馬鞠在門外 可是體制內一定要帶人 這是真的 所以說 國外有女權黨 動物黨 都是一樣的道理 你剛剛有一個戰爭 就是修基爾不是說那個 對 和平跟投降 對 就是說 你為了和平選擇投降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用和平 因為戰爭還是來了 對 那對於 我想 還回到這個先生的問題 就是說 如何 台獨運動真的不是主流 真的 他真的不是主流 為什麼他不是主流 因為我們很多人 提上的本門 對台獨運動內涵都還是不是很清楚 那真的要 真的就是 這時候就是 可能就是要去搜尋一些文章 把基本任務術 把他熟讀 然後 最好把他寫了一份獎的稿 像我寫文章 我會唸好幾遍 我就把他背起來了 然後背起來之後 又要任何人可以知道 就講 啊27589很重要喔 他讓我們台灣被趕走了 他讓中華民國被趕走了之類的 你會就是把他背起來之後 你逢人就講 當然也要看情況 像我媽媽都沒有辦法講了 但是就是 有些朋友就可以講 然後慢慢 漸進式的 安排教材 這個人是 有點難喔 講這一套 有點深綠 另外講這樣子 對對對 OK 欸? 他要多比較早 那 我的回答不完全是 能夠回答到你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你的問題會是一個 在台灣目前整個 結構底下 非常 老實說是非常難突破的困境 那我單純只是從一個 這個問題背後的一些 結構性的分析來討論 就是說 其實原本 台獨運動 我覺得不是那麼的困難 在於說 當時候 可能80或90年代初期 中華民國 這一個名詞 很明顯 就是一個殖民政權 但是在米登輝當選之後 我剛剛 之所以會強調這個點就是 他開始推動中華民國的台灣化 他讓中華民國在台灣有了一個 一個殖民性解消的這個過程 讓大家開始以為 中華民國所在台灣已經是一個 合法的一個政權的存在 那才導致說一直到後來我們現在 開始要去談中華民國的殖民性的時候 已經比過去還要來的困難了 因此我們必須開始用更深的理論 然後去分析 解構這些背後的原因 那這些分析解構 就變成需要很大量的知識背景 才能夠去理解 中華民國為什麼 不能夠繼續 我們不能夠繼續維持這個政權的原因是什麼 那這就變成是很需要大量知識的輔助 比較沒有辦法像過去黨外運動他們那時候 用很直覺性或口號性的呼籲 就能夠喚起大家的認同 所以剛剛 可能剛剛你有問到說 為什麼我在80年代 我啦我那時候會認為說80年代 台獨運動之所以還是一個蠻主流的運動 原因就在於說很明顯的 當時候中華民國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那個殖民性 是被蠻多人是有意識到這個點 所以你要很簡單的口號 就可以喚起大家的一個吸引力注意力 那到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辦法這麼簡單的 就去吸引到群眾的認同 而開始要用大量的知識 那現代人又很爛 不想看知識性的東西 那確實就需要另一種的轉化過程 譬如說用圖文式的 這種臉書式的這種行銷 那將這個理念去宣揚出去 對這是很簡單的回答 可能沒有完全回答到你的問題 然後補充一下那個80年代 他前面有長達38年的戒嚴 所以你被壓了38年 這個誰都不爽 是不是這一點 就是他的社會氣氛是這樣子 這個原因也一定會有啊 對 就是我們當時候沒有自由沒有權利 這麼久了 那開始想要有一點點爭取權利的機會 就當時候有一些地方性的選舉 那連這種地方性的選舉 在譬如說 那是幾年啊 就是 美國跟中共建交的時候 然後蔣經國突然就停止 當時候地方選舉 然後導致過去原本有一段時間 黨外運動在選舉過程非常 就是非常順利的那個期間 突然他們沒辦法選舉了 然後他們當然也是很不爽 那個運動的能量 當然會累積爆發的更大 這確實也是原因之一 對 我這邊也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提到就是 我們怎麼跟其他人去宣傳 獨立建國這件事 那激進的核心的論述 就是建國這件事情 在我們下禮拜三 在木哲咖啡的晚上七點 我們有一個關於建國的 建國建立國家跟建立國族的講座 然後我們是請到了 就是我們台北分部的 我們要做一個台法連線 就是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葛瓦特先生 就是我們會進行當場的對談 所以對於這個部分的知識 想要再更加完整的認識 或者建構這件事情的話 歡迎我們下禮拜三 來參加我們的經歷去政治的講座 就是我們講 感謝思涵幫我們補充下週三 對 我們還有時間下週六也有 歡迎大家過來 對 這是一個排列系的活動 剛剛講到提示內的代言人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鄭大宗其實自焚當下 他被依台獨 他提出台灣現下法草案 那就被中華民國統治當局 以攀亂罪打算要起訴 那其實在那個當下 其實中華民國已經戒嚴了 對 就是歷史的進程 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突然 就是突然比如說建立沒了 那我們就有主張台獨自由 其實沒有 或是自然中自焚了 那我們其實也沒有主張太多的自由 對 那可能這些都是要靠 剛剛講的兩個路線 體制亂體制內 並起 才有辦法突破那個禁忌 最後真的得到了自由 然後可以組上台獨 那就是要下回揭曉 那今天謝謝大家參與這個活動 謝謝 有空的話也可以去 鄭大宗基金會參觀 就在這附近 那還有沒簽過2020的 可以簽一下 喔台灣 鄭大宗基金會 他在 檢驗中山國中站 就在離這邊不遠 民選東路 那邊 對 好還有 2020東京奧運台灣陣 我們一種很多 我們一種很多 對 剛剛有一個最後一個問題 沒有 沒有問 沒有我已經把它結束了 沒關係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很見瑞嗎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啊 就是下一次如果 中國國民黨 他在勝選 就是大型選舉勝選的話 那 他會是一個 他會是一個 中國國民黨的 統派重新建構 還是 中國國民黨 他直接就是 下一步就是 就是 就是 是不是 你們能夠從這點 我大概解釋一下 就是說 這個 這個複雜 我大概講清楚一點 2005年 連戰去中國 跟中國搭線 他本身是因為 陳水扁的當選 造成了他的很大的恐慌 我坦白講 假設沒有外力干涉的話 國民黨這麼爛 早晚失去所有的優勢 假設沒有外力干涉 就是正常的台灣人 一直覺醒的話 早晚失去國會 早晚失去總統府 對總統府 當然 就是立法院跟總統府這樣子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是連戰 我是壞人 我怕被清算 我當然還在我被清算以前 趕快怎麼外援 那就中國 如果今天連戰 已經算好好了 台灣就是讓我奴役一輩子 被我殖民一輩子 我幹嘛找中國 他看到一個危機 他看到阿扁當選 之後他發現 國民黨可能混不久了 他趕快找到一個有力外援 所以就中國 所以這一次如果當他當選 不用講就是和平協議了啦 就不用說了 就馬上簽和平協議了 懂嗎 因為他一定要 不會當選嘛 趕快接和平協議啊 鎖入一中啊 對不對 懂嗎 所以不用講 就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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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先講 就是那一天就是 趙偉嘛 欸 齊偉 齊偉 就是他 他就是去抓住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欸 那個黃副新黨部馬 對 對 然後警察怎樣 你知道嗎 就是他那個竿子 他那個竿子 對 他棋竿 棋竿這樣子 他抓走那個棋竿 然後 然後警察 他連竿子一起往桶 他在那邊丟進去 然後他就被銅派揍了 然後 然後警察 然後警察抓著他 他還 他還被那個銅派頂他 就用膝蓋頂他兩腳 對 他說剛才 就是上個月才 才跑不掉 對 原本就有那種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會怎麼樣嗎 後來會怎麼樣 我覺得還要檢查 如果有過一整個 面腦會浪浪的東西 那會移到一輩子 怎麼樣 有你檢查過了 這裡查過 沒有 就是 我覺得啊 我覺得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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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好 我覺得 以後 我覺得每次我們活動 我們都提一下好了 對 就是我們每次活動都提一下 這個 提一下